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就把北京烤鸭招牌擦亮 并成功在2007年于深交所上市 当年开盘价曾经飙升36.81元 现在却跌了七成 大耳哥底的小学商家事 有要少哥 因为这种一清淡明快 虽然全聚德因应时代 尝试外卖业务甚至自推外卖平台 想锁定年轻消费者 但价格过高离一般消费者太远 也让公司饱受诟病 但除了全聚德一年不如一年 百年同仁堂也因为造假一云 声望一落千丈 天津的百年老店苟不理 纵然上半年营收达到九千万人民币 也因为鬼祥祥的单价 在网路上头负贫连连 中国大陆往昔美食民店味道 虽然没改变多少 倘若跟不上新时代消费者的花钱习惯 时代在变 老店不进则退 三连新闻等我报道